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的是他家的眼霜 7毫升能用很久 然后用的是Bobby Brown家的 一个对大油皮来说会是特别油的 那先说一下 之前呢我先把粉底打好了 底妆我买的是Makeup Forever家的这个粉饼 色号是Y225 我是盲选的听各大博主说的Y225比较适合黄皮 然后但是我擦到脸上之后就觉得它是一种粉 然后它浮在脸上 所以说为了这个第一支视频呢 我又不用它了 不用这个Makeup Forever 然后我又换了一个我平时正常用的粉底 正常用的粉底呢是Coverfax的 然后也要快空瓶了 大家会在空瓶剂里看到它 然后接下来呢 我自己上了个眉毛 因为我不可能没有眉毛 我的眉毛很惨 然后等以后要是拍Get Ready With Me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惨烈的眉毛 然后呢这个眉毛用的是国产的一个什么浅棕色的 一个这种的 是这种斜角的 然后我会把具体的信息打到下面的信息栏里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一边上妆 一边购物分享我买了什么东西 大家看到我没有擦口红 因为我买了口红 也买了修容 然后眼影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就先说Make Up For Ever家的 首先呢我要 对一个大油皮呢 是不可能没有定妆散粉的 所以说我买了一个Make Up For Ever家的定妆散粉 是一个透明的 我就不打开了 然后呢我还买了一个定妆散粉 一个Make Up For Ever家的粉饼 是一个透明的 然后我们就先来定个妆 因为不管是冬 对于一个大油皮来说 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 定妆就是很重要的 然后这个刷子呢 是Sephora家的91号刷 是这个大源头的是特别好使的 大油皮的T区 Actually大油皮的全脸都需要定妆 不管是夏天冬天 谁是大油皮谁应该是最了解的 还有呢就要说一下 为什么我要之前先把粉底打好 因为看这里 起了一个特别大 无法想象的一个大水泡 所以说不想吓到你们 我还是先把粉底先上好 也不知道是什么勇气 让我有一个这么大的水泡 来拍第一支我的视频 然后接下来呢 我买了一个Makeup Forever家的 一个空的一个铁盒 因为我买了一个 他家的修容高光和腮红的 一个组合盘 然后打算自己组到这里面 接下来呢就是 看包装大家也知道 这个肯定就是Pen My Grab家的 其实我已经打开过了 因为太漂亮了 Look 简直是太美了 但是呢我没有试色 我可以在这里给大家试个色 其实大家应该看很多大主播 已经试过色了 但是我自己很兴奋 看着颜色 美得不要不要的 我可能会用这个盘 今天来上个眼妆 我今天要出门 但是我是要挺晚的出门 而且我不会带眼妆出门 因为要去Babyship 其实吧 这个颜色虽然是漂亮 但是呢它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这个液体的 就是它家这个液体的高光 我买了两个 一个是粉的这个 一个是这种蓝的 已经被我折了 买了两个 我今天的购物分享 买的所有东西都会打到底下的信息栏里 然后呢到时候我也要上一下这个高光 然后呢买了它家的两个口红 口红呢也是 但是我呢就是一个很容易被种草的人 所以说呢买的这两个口红的色号呢 肯定是有某位博主给我种草的 但是呢我有它家很多那个小样的 但是这两个其实也太美了吧 一个白的一个红的我都不知道是这个 我以为是两个黑色的 先来看看这个红色的 哇 这个明显就是秋冬 这感觉 而且我知道它家的这个高体就是比较软 所以说伸出来少一点 给大家试一下色 哇 这个红简直了 我不知道今天我要擦什么颜色 但是让我 但是这个 这个红呢就像雾面的红一样 这个都是在自然光 它的光线变化有点 所以说大家尽量体谅一下 这个呢就相当于 有一点亮的 我估计我应该比较喜欢这个 但是这个这一款这个白的这个 就是感觉应该夏天就比较有亮有亮的 这个白色的色号呢 是Flash 3 然后这个红的这个色号呢 我应该是不会发音 所以说我会把它打到屏幕上 或者打到信息栏里 然后呢这个呢 就是我Pay McGregor家的买的产品 其实这个红呢 看起来有点偏紫调的红 我应该是会擦那个Flash 3 然后接下来呢 我买了Laura Masia家的三样产品 这个应该是高光 然后加两个眼影笔 这个太阳光简直了 这个眼影笔呢 是我想了很久的 然后其中的这个色号呢 叫Cooper 也可以给大家试一下颜色 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这个太阳光我第一次拍视频 不好意思啊 就是有点把握不住这个太阳光 这是一个就是金色的 像Cooper嘛 然后这个呢叫Moonlight 我还想买一个色号叫Coco 但是已经断货了 再看这个Moonlight 它竟然断了 它竟然断了 我的心好疼啊 Anyway 断了 让我冷静一下 没事 断了还有很多 其实都怪我 因为我把它放到了太阳底下 它可能是比较软 但是Anyway 这个Moonlight 这个颜色也是很好看 天哪 这个太阳光 好吧 就这样 然后我买的这个 应该是高光highlighter Lara Masaya家的这个highlight like this 就大家先这么要凑合看吧 我呢 每天化妆 除了眼部妆之外 其他都是上全妆 就比如说粉底 眉毛 然后高光 腮红 口红 加修容 这个是我的全妆 我每天上班都必须要做全妆的 所以说呢 腮红 高光 乃至粉底 乃至修容 我用的都会非常快 基本上一两个月我就会空瓶 大铁皮一个 然后呢 接下来 哦 我拉了一个Makeup Forever家 我还买了一个唇釉 色号呢 是Explode 颜色是这样 然后为了我现在这个嘴不是一直这样 我还是赶紧先把这个唇釉抹上 就至少嘴上会有点什么颜色是吧 行 先这样 至少嘴上有点颜色 然后呢 接下来买了两个 修容 是Benefie家的Hula Hula Line 然后呢 我就要修下容 用Hula吧 因为我用过Hula 对比一下Hula和Hula Light的颜色的差别 Hula Light Hula就是稍微深一点 我不知道 哎 不知道这个光线最后能变成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就来用这个Hula 修下容 修容的这个刷子 我就不说了 它应该是Amazon上 哇 很非粉 一定要小心 天哪 涂多了 我就没把非粉撒掉 不过anyway 我这个大脸 其实也不怕这么多 让我给它涂晕点 这个太阳光简直了 我要再挪就挪到另一边 其实根本就是在视频上看 好像是有点多 但是我在镜子里看基本上很好的 所以说这个Benefie家的这个Hula Hula Light和Hula 其实你随便擦都可以 基本上也没觉得 就我这个大脸盘子 修容的都是必须的 很容易就晕开 而且就是感觉怎么擦也不是特别多 不是特别明显 很容易就被扫开了 然后脸呢就特别就有了心 把我这个大刷下巴都给撑掉 好了 然后呢 修容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擦腮红 但是我没有买腮红 但是Bene Mineral家我买了一个护肤品 然后它赠送了一个腮红 给大家拿一下 色号是Sunrise 然后它打开是这个样子的 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 然后先试试吧 稍微涂一点 很上色 镜头上如果是很上色的话 那估计我要在镜子里自己看的话 就会特别多 anyway 让我拿一下镜子 嗯 还可以 还可以 稍微有一点点红 但是我现在已经很热了 可能我本身 也红的差不多了 上的可能有点多 因为它这个东西太显色了 然后呢 就直接就用它那个LarmaC家的这个高光 非常飞粉 看这个粉 这也太亮了 看 我就是上了一点点 它都会这么亮 anyway 还可以 然后顺便说一下我的肤矿呢 就是豆豆 因为我是豆豆鸡 下巴壳 起豆 脑膜起豆 而且我的肤色不均 然后嘴这儿有暗沉 然后毛孔这儿特别大 这个高光呢 擦上去呢 就是挺好的 不显毛孔 然后接下来呢 我买了一个Sephora家的 当时黑五呢 Sephora也打折 就是有半价的时候 所以说我买了一个Sephora家 自己的单色的眼影 它的色号呢 叫Twinkle Twinkle 给大家试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它是一个很淡很淡的颜色 就是这种glitter 很淡 就是基本上我看不太清楚 我感觉它也可以当高光用 然后呢 我买了两支Bobby Brown的 买了两支Bobby Brown的口红 Bobby Brown家的口红 我会做一个专属于Bobby Brown家口红的一个试色 他家的口红 无可挑起 他家的口红 是我用过的最滋润 最好 最都无法形容 先看看这两支口红 是金色的 这个的色号呢 是Red Carpet 是一个偏紫的红 它这个相机里可能稍微有一点看不太出来 它是一个偏紫的红 但是是那种大红色 然后这个颜色呢 叫Boss Pink 可以看到它的粉调 Boss Pink 不知道上嘴怎么样 但是他家的口红 Bobby Brown家的口红简直了 就是滋润 就是上色 然后接下来呢 买了两个眼影盘 是Urban Decay家的HIT 斯芙兰买的 当时也都是半价 我所买的这些东西呢 八折我都不买 它至少都是七五折打折我才买的 或者是七折 或者是六折 或者是半价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Versia家的一个偏橘色的 这给大家看一下 偏橘一点的这种的 像水果桃子的颜色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小版的那个HIT Naked HIT 在Urban Decay家的官网半价买的 我也没想好 等会儿到底用什么 来 就是我的 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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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it Anastasia Anastasia家的 两个盘 哇哦 两个盘 一共50块钱 我是在哪 是在Sephora Sephora当时半价 是打折 不知道是半价还是打折 当时是说两个盘50块钱 后来呢 我发现官网上 官网上两个 售价是多少来着 但是平均下来 一盘只需要18道 其实我买这两个盘呢 其实我主要想要的这个是Anastasia 这个文艺复兴盘 这个文艺复兴盘呢 是我很久很久 大概是大概三年前 我就很想要这个Anastasia家的 这个文艺复兴盘 因为我看过各种各样的 就是Eyeshadow的这个Palette 只有他家的这个就是颜色特别好 就是基本上每个颜色都会用到 我就不一意识色了 这个这都是很老很老的盘 这个基本上很多大博主都出过视频 或者是什么的 然后我买眼影盘 就有一个要求 就是所有的色我都能用上 就不会有那种大绿啊 大紫啊那种的 所以说我对盘的就是眼影盘 我的眼影盘 虽然也不少 但是基本上所有的颜色 所有的眼影盘 我都能会用到 看这颜色 其实我最看 其实这个盘 已经在我的购物车里 已经很久很久了 它这个一个盘 我记得原价是42刀 但是现在就是当时最后的时候呢 是Anastasia家的官网上 就是18刀就相当于一个 当然也是这种合体的 然后呢 其实我没打算要这个Soft Glam 这个Anastasia家这个盘 但是后来它俩是合起来的 而且我看这个盘的这个颜色 也还可以 也属于基本上 大概上都能用 除了那个黑色 Anastasia家的黑色 也许可能可以当眼线的颜色 然后基本上也都可以用到 所以说算了 就是买一个套组 Anyway 两个 接下来呢 给大家分享的呢 都是些护肤品 分享完护肤品之后 我们把眼妆上上 Anastasia家的这个 这两个产品 我就不想打 这个呢 是一个mask 是一个面膜 多mask 这个就是Bear Mineral 这两个 我应该是送给我妈妈的 当圣诞礼物 这个呢 是一个特别滋养的 一个rich cream 是一个 一个子乳 所以说我妈妈的干皮 干到爆皮的那种 而且 它的坐标 更比我还往北方走 所以说它那更干更干 所以说这个rich cream 估计给它 估计刚刚好 可能还要加油 接下来呢 给大家看一个重头产品 就是倩比加的 我买了倩比加的一整套的 就是有洗面奶 就是先一个个说 先是这个洗面奶 facial soap 买了这一个大瓶装 这个是400毫升的 然后接下来呢 买了一个这个 也是最大包装的 125毫升的一个这个 moisture surge 是保湿的霜 这个 买了个最大的 125的 然后接下来呢 买了个千蝙油啊 大黄油啊 其实它不是 传说中的那种 特别油的大黄油 因为它是gel的 因为 我这个是大油皮 我怎么可能用那种cream的 必须得是这种gel的 然后我是打算 一个晚霜 一个当早晨的什么的 然后接下来呢 买了一个这个 喷雾的 千蝙夹的 就相当于的 一个爽浮水 的一个喷的 这个水 千蝙夹的 然后接下来 买了一个 它家的这个 小小的眼霜 其实它不小 其实它有 15毫升的 你想那个 7毫升的 Legends的眼霜 我都能用很久 这个15毫升 这个 估计也能用很久 而且它这个头 特别可爱 圆圆的 然后呢 水磁场 这个应该是送的赠品 因为我不可能一下买两个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赠品 我看估计 给我妈妈保湿一下 我妈妈用这保湿霜 它都不会保湿 那个大干皮啊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的是 这个 其实这个是Elf家的 当时Elf家也打折 我是买了一个礼品 打算作为 Christmas gift送的 然后它这个 这个Sponge是用来凑单的 所以说便宜 就给大家先看看 凑合看就行了 然后的那个 Christmas gift 毕竟是要给别人的 我就不给大家看了 然后紧接的呢 先说这两个 这两样产品呢 一个是 两个都是Bossel家的 是我昨天去斯芙兰买的 斯芙兰 现在是打折 买75 减25 这一个是38 两个呢 就是76 打折 减25之后买的 然后75 买75减25 大概可能是 69折 还是7折的 我觉得很划算 所以说买了一个 因为这个Water Cream 我一直想要 因为保湿嘛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一个清洁面膜 有人推荐过 所以说我一直也想试试 因为它这个里面特别 它是那种黑白的 特别好玩 然后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技巧 也是 我也是听别的博主说的 就是你去斯芙兰家 买75 减25 去店里 买完了之后 你立马再用那个手机 App下单 也可以再用一回 那个75减25 因为75减25 它只能用一回 但是你如果速度快的话 你手机可以再下一单 75减25 所以说我又下了一单 所以说 但是它还没有到货 到货了 再给大家拍视频 然后这个是我 昨天斯芙兰才买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入了一些 这个品牌 叫人 的东西 然后我买的是 饲养 对 我买了饲养产品 第一个呢 是这个 晚霜 叫Overnight 是这个 是Overnight 是晚霜 然后呢 它家的这个呢 是洗面奶 是Milk Cleansing 洗面奶 是很出名的 所以说打算试一试 这个应该可以用作 沉间解面 比较好 然后它家的这个精华呢 也是 它家的这个紧致精华 也是很出名的 对 Instant Fermi 的这个精华 也是很好的 然后呢 这个呢 是Mask 是一个面膜 但是它这个面膜 这个量很少 大家可以从这看到 感觉只有三分之二似的 就我这个脸 基本上这个面膜 如果是一个星期 擦一回的话 嗯 一个月也差不多 也就没了 应该不到一个月 因为 嗯 这张大点 所以说买了个 它家的这个面膜 也是 很有名的 买了这 四样产品呢 然后赠送了三样 我就不打开看了 给大家念一下 这是什么 这一个toner 一个水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30倍的物理防晒 这三样呢 是赠品 这是一个物理防晒 我不知道 应该 不知道 泛不泛白什么的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geo cream 是一个cream 我估计这个应该也不错 不知道对面对上胶 没关系 我会把信息都打到 下面的信息栏里 然后呢 我买了一个 这个是昨天才收到的 也是一个allegents 加的 美白精华 它有 雷霆A里面 所以说是 强力的美白精华 我的精华 大家也看到了 然后这个 这个精华呢 也快用完了 我打算这个 用完了之后 试试它家的这个 但是这个毕竟 有强力的雷霆A 然后是美白精华 所以说 估计先要试试 然后买了一个 Bite家的一个 护唇膏 买了一个Bite家的 这个唇膏 大家知道Bite家的 那个东西 孕妇都可以吃嘛 所以说 护唇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 有的时候 我会起那种 唇泡 他们说这个 也是很好用的 这个 然后接着呢 买了 这个 Couris Couris Couris家的 这个呢 是叫 希腊酸奶截面 应该也适合 沉间截面 因为我的 沉间截面 要用完了 这个 然后这个呢 又是一个 Face Mask 我以前呢 是喜欢那种 贴的面膜 后来 我越来越喜欢 那种涂抹式面膜 因为涂抹式面膜 快 有的时候 10分钟 20分钟 就完事了 这个呢 也是 这个 那个Couris家的 这个面膜 这个也是很出名的 然后试好了之后 可以给大家拍一个 我的爱用品 或者是那个雷品 然后这个就是我 买的所有的东西 我知道拍的有点乱 毕竟这是第一支视频 那么我们帮大家见谅了 还有很多东西 我还买了一个 Coverfax的一个高光 就是液体高光 和一个setting spray 还没有收到 然后我还买了一套 NARS的 然后也还没有收到 如果是视频剪的 还可以的话 我可能会加到 视频的尾端 或者是 我就只能拍一个 就是书面形式的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 小红书 Instagram 我都会列到下方 然后呢 接下来 最后一项 就是把眼影画上 然后眼影我就尽量 因为我毕竟是 第一次拍视频 然后对着镜头画 不知道能画成什么样 而且我很少很少画眼影 除非到很重要的节日 或者很重要的事情 我才会画眼影 然后呢 画一个什么眼影呢 我有好多盘 进入这次购物买的 有文艺福西安娜塔斯尔家的 还有Pemagrad的 还有一个 这个Verset家的 还有一个Nickey Hay 先用啥号呢 号纠结 我就是一个纠结的人 先用Verset家的 这个打一下底吧 Verset家的这个颜色 这可有点吃色 但是它属于那种 打底的颜色 这时候是不是应该 放点音乐比较好 手机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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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而且这个很容易晕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这是光的原因 其实镜头中看的有点多 其实不是特别多 然后就先这样了 然后至于眼睫毛 我的眼线 我用的是physician formula的 然后这个是可以让睫毛变长 然后涂到那个睫毛根那儿的眼线笔 这个是一个棕色的 然后这个是kiss me的 然后我就涂上了之后 可能给大家留一张最后的照片 然后这个视频就可以结束了 然后最后我最后最后的最后再说一下这个 还是很喜欢 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很多 因为我光看这个东西 这个颜色很喜欢 光看这个都是glitter 就是觉得它没有打底的颜色 其实呢 它这个红的这个就跟雾面颜色一样 基本上没有什么闪度 但是这个呢 就glitter就是大闪片 但是看起来是都一样 但是上眼确实是不一样 好吧 最后还是要说一下了 谢谢大家的原谅 包含这个光线的问题 刚才特别有太阳 现在又没有太阳了 但是光线是很好的 所以说为了这个光线 我今天拍了我的第一支视频 也请大家包含我的眼睛 没有一直对着镜头 因为我看的是那个screener 然后也包含一下 这个老阿姨放的这个音乐 因为特别古老我知道 然后也包含一下 我的这个第一支视频 我的这个语言组织能力也太差了 但是怎么说好了 我非常同情大博主们 他们是怎么拍视频的 视频拍起来 比我想象中的难很多 接下来剪视频 又不知道会剪成什么样子 我特别同情 特别佩服 特别佩服你们那些大博主 然后呢 视频我不知道会剪成什么样 以后呢出视频 我是这么想的 视频呢可能是想 每个星期六或者星期天 每个周末我拍视频 然后周一到周五呢我要有时间的话 就把视频剪出来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星期一个视频 目前来说我会努力做到一个星期一个视频 但是 看情况吧 因为我有正职工作 正职工作让我很累很累 至于以后我的正职工作是什么 和以后我的生活 Vlog等等以后的事情就是以后再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支持我的第一个视频 所有信息在信息栏里 然后那就这样吧 拜拜 给大家看一下 拍完视频之后的样子 乱七八糟 谢谢大家